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相信大家对高胆固醇这个词一定不陌生 它属于体检中最常见的一个身体的指标 胆固醇高当然跟吃很有关系了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你学里超标的胆固醇 它不是来自于你这个食物 而是来自于肝脏灶的 我们每天需要1300毫克至1500毫克的胆固醇 这么多量其中一部分是吃进去的 而另一部分就是肝脏造出来的 但是肝脏不是哪里吃进去的胆固醇造出来的 而是哪里吃的馒头、米饭、面包或者喝的酒造出来的 所以说和尚不吃肉也胆固醇高 只要吃主食的人肝脏就有原料 其实胆固醇是阻击细胞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 它参与形成细胞膜 也是合成胆质酸以及维生素D必不可少的原料 胆固醇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是构成细胞的必须材料 不仅用于生成和修复细胞 维持细胞的正常生理功能 促进维生素D 吃激素和熊激素合成也少不了它 胆固醇过低容易引起营养不良 思维能力下降 血管在没有胆固醇的保护下 也会变得脆弱易破裂 人体内的胆固醇循环是一个动态平衡 先由肝脏产生的胆固醇 以低密度蛋白结合并通过血液运输到 传生的组织器官 再由高密度脂蛋白 把细胞代谢后的胆固醇运送回肝脏处理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够清理血管里的垃圾 预防动脉中央硬化和心脑血管疾病 而高密度脂蛋白的降低 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胆固醇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低密度的脂蛋白 而另一种是高密度的脂蛋白 低密度的脂蛋白俗称坏胆固醇 它的作用就好比是运输车 将脂肪、油脂、胆固醇等成分 转印到血管内壁堆积 逐渐的形成周样斑块 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越高 动脉中央硬化的程度就会越严重 而另一种高密度脂蛋白 俗称是好的蛋固醇 它的作用与低密度脂蛋白恰恰相反 主要是在肝脏合成 是一种抗动脉中央硬化的脂蛋白 它可以将血液中的脂肪、油脂、胆固醇等成分 转印到肝脏再进行储存 代谢并由胆汁排出体外 从而减轻动脉中央硬化 我们预防脑梗、关心病等的血管疾病 那控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是关键 这就应该从饮食上来着手 哈佛大学医学院建议平时多吃这五种食物 可以有效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第一种燕麦、燕麦肤 燕麦是一种很健康的食物 富含可用性的膳食纤维 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每天摄入五到十克的可用性的纤维 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大约是一碗的燕麦粥的量 要提醒大家的是 燕麦粥含有一种β蒲聚糖的纤维成分 其主要降胆固醇的作用 燕麦粥越稠 β的蒲聚糖释放的就会更多 所以燕麦粥越稠越好 燕麦和燕麦肤 建议选择原味无添加的为好 去超市购买的时候 请仔细地阅读标签 第二鱼类 吃富含奥米加3脂肪酸的食物 对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有很大的帮助 奥米加3脂肪酸主要来源于深海鱼 因为深海鱼 奥米加3脂肪酸含量比淡水鱼要高得多 对心脏和大脑都具有保护的作用 这些鱼包括金枪鱼、沙丁鱼、三文鱼、带鱼 或者是深海鱼鱼油 以清蒸熬鱼汤为主 少吃炸鱼、烤鱼 第三种 橄榄油 橄榄油富含抗氧化剂 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然而这些抗氧化剂并不会减少或者清除体内的好的胆固醇 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在选择橄榄油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特级的出炸油 没有经过精炼或者深度加工 它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 第四 坚果类的食物 坚果包括有核桃、杏仁、松子、腰果、开心果等 这些坚果中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保持血管畅通 建议你每天吃大约30到40克的坚果 约核桃3到4个或者是胸子两把 第五 植物栽醇 植物栽醇广泛存在于各种的植物的细胞膜中 包括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以及骨类食物中 植物栽醇具有降低胆固醇这一特殊的生理功能 是因为它能够在脂肪颗粒的运输和吸收的时候 和胆固醇竞争 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从而导致血液中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 要降低血脂 平时要避免这两类的食物 一 垃圾食品 俗称垃圾食品主要指快餐类的食物 这些食物含有很多的 反式脂肪、饱和脂肪 包括有汉堡包、炸薯条、炸鸡块、奶油蛋糕 夹心饼干、奶茶、爆米花等 长期的摄入这些食物容易升高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促进动脉中央硬化 从而诱发血管疾病 2.高糖食物 高糖食物垂簇可见 过量的摄入甜食尤其是添加了白糖、红糖 不仅会造成肥胖 也会造成大量的糖转化成脂肪 升高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 高脂血症是导致动脉中央硬化最主要的最会祸首 我们平时应该适量的多吃蚊中的五类食物 燕麦、深海鱼、坚果、橄榄油、植物栽醇 也要少吃辣植食品 以及高糖类的食品 坚持运动、保持体质之素 运动是最好的降脂方法之一 可以增强机体的代谢 提高体内的某些酶 尤其是脂蛋白脂酶的活性 有利于肝油三脂和胆固醇的运输和分解 从而达到降血脂的目的 此外,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减少脂质物在血管内的沉积 另外,减肥控制体重 有利于降低肝油三脂和胆固醇 减肥有效的控制体重 是消灭心血管疾病的最好方式之一 肥胖容易导致肝油三脂和胆固醇偏高 导致动脉血管壁斑块更容易的堆积 减去这些多余的脂肪 就能降低肝油三脂 提升好胆固醇的含量 并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扬声支持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